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个问题 应该要换个角度来思考 那就是民进党呢 它从来也没有说 它要拒绝两岸交流哦 大家要注意哦 民进党是说 它要一个所谓没有前提的交流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维持现状它要 九二共识它不要 两岸的和平红利它要 但是两岸的和平统一它不要 连谈都不可以谈 这个是民进党 它的真实的内心 民进党当局非常恶劣的一点 就是它绑架了整个台湾 两千三百万的人民 我们的利益 然后一切都得要跟随它的路线 那么对于大陆来说 大陆的同胞爱民族情 是被蔡英文当局抓到手上 软的部分是利用这样的民族情 硬的部分是利用外国 利用美国老大 在后面给他撑腰 这个是目前蔡英文当局 他在玩的戏法 这样子一个无止境的消费 两岸之间的感情 无止境的消费 大陆对台湾的善意 无止境的消费 大陆同胞对台湾人民的骨肉亲情 最终当然是会出问题的 为什么大陆国台办也会明白的指出来 大陆对于两岸之间和平交流的空间 一直大门敞开 愿意付出最大的诚意 争取空间 但是也绝对不会为分裂来留下任何的空间 我想这个是台湾人民也应该要去认清的 所以我想其实归根究底 这个根本还在台湾人民身上 如果台湾人民能够认清 我们台湾的根本利益 台湾的发展方向 台湾年轻人的出路 当然在大陆 在台湾与大陆共同水涨船高 共享中华民族的复兴 共援中国梦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不再被蔡英文绑架 天天地去孝敬美国 最后还要被逼吃那些 让我们台湾人丧失健康的瘦肉精了